外卻宣稱是天然麵包 而小S曾經多次公開為麵包店的刊目站台 現在涉及廣告不實 傳出她也很有可能會成為解架大多約談的對象 對於胖達人女公司的基因國際的古事章 也出現了異常狀況 前方講到生理對場 在這裡呢 魔王跟隨著大眾 是上我最深的情意 私生的一鞠躬 胖達人事件爆發五天之後 一人小S終於出面 公開道歉 但不要以為一隻公就可以脫生 因為小S有可能成為解架下一波的月談重點 今年3月 胖達人少海店開張 一人小S和老公薛亞軍風光出席 為麵包店開幕站台 在台灣分店開幕 也總少不了小S的站台身影 雖然小S強調自己不是代言人 但因為老公投資小S高調飛翔 這樣的公開活動 也讓小S惹上廣告不實的嫌疑 消息會也表示 若是小S事前不知有添加人工相機 而說是天然食品 可能違反都憑交易法 而若是事前之情 則會涉及刑罰詐欺罪 第一個這個是正常不公開的 那未來正常工作 我們就不可能直接預告 那第二個呢 就目前為止 這個報名這個政策動作 我們分數是毫無所謂的